好大一份啊 全是海鲜 哇塞 就这一桌 满满的哈 就十八个菜 一千二 你们觉得值吗 啊 真是黑胡乡哈 哈喽 这叫我的胖 我爸我妈还有妹哈 还有倩倩 还有两个小孩 今天我们一家人都来厦门了哈 到厦门第一天有点晚了 咱们先吃一个海鲜大餐啊 听说有两只那么大的奥笼什么的哈 走 看看菜品就啊 走 上海鲜去 对 做这头 哇 好大一份啊 全是海鲜 哇塞 第一桌 完把窗用吗 像样啊 这一桌非常像样 是吧 啊 可以 可以 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 这一桌海鲜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哈 那就先从这个龙虾开始吧 哈哈哈 清蒸好的龙虾 哇 为什么啊哈 下面的海鲜的味道就不一样 它发自内心的甜 真的好吃 一口肉一口海鲜哈 这个猪蹄好吃 哇 这个就米南特色了 你知道吧 酱香味跟甜味特别足 这个是兰花蟹 它这边的菜饼哈 大部分都是清蒸跟白煮 但是这样的菜哈 往往就能把海鲜最鲜的位置给激发出来 嗯 龙虾好吃 再来一块 太鲜了 听不下来了 嗯 等着你吃饱了吗 嗯 蒜香鲍鱼 嗯 它鲍鱼真香啊 妈呀 嗯 我都吃了哈 都吃了 嗯 不好意思 我感觉就是米饭最好吃 哈哈哈哈 上杯 哎 它上杯有点小 还凉了点 嗯 但很新鲜 嗯 上杯个头不大 凉了 嗯 嗯 但好吃哈 嗯 我一吃起来吃东西就是清场式的 你知道吧 哈哈 对 这盘子名也这么高的 慢慢慢慢一下去了 哈哈 这个生蚝看得很肥哦 嗯 嗯 好吃 生蚝可以 很鲜甜 嗯 哇 肥啊 没话讲肥 这个是豆豉蒸的土曼鱼啊 哇 哇 真的那个口感像猪蹄一样 很糯很巴 嗯 闽南人哈 就是福建人管这种螃蟹叫鱼 哎 有高鱼 有菜鱼 嗯 这种螃蟹不便宜哈 哇 哈哈 像这个高鱼的肉汁就没有兰花鱼跟缩子鱼肉汁这么好 但是它主要卖点就在于它这个高呢 它这个高真的香 嗯 哇 它这个黄针的壁是比咸淡花还香的吧 你看这个螃蟹的高有多少 哇 这个盖子上面满满全是高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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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它这个高真的是比咸淡花还硬 嗯 嗯 但我喜欢它这种厚实感 那吧 很纯很香 嗯 太美了 太美 嗯 嗯 很新鲜 咔嚓咔嚓是新鲜的吧 嗯 好吃 嗯 嗯 嗯 就在天上看了 黑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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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一桌满满的哈 就18个菜 1200你们觉得值吗 啊 这是黑骨虾哈 嗯 黑鸡的肉汁就是很紧实很Q弹 就好吃 嗯 这个是闽南的紫菜饭哈 这个也好吃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大碗了 我还要再来一碗 嗯 今天开心多吃点吧 没事啊 减肥的事情明天再说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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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这个紫菜饭真的很香 超好吃 而且整个庄园吃饭的氛围非常非常好 我爸他们战斗力不行 现在已经吃饱了 那明天就是海鲜 那明天就是海鲜不得血亏 呵呵呵呵 没事啊 我再吃回来 呵呵 看这个高气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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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姐姐带你面玩花花滴去 去玩去玩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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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冬山紫菜 嗯 嗯 嗯 很香 它的紫菜哈 是跟这个海鲜一起去煮的 这个好吃 开头先吃点小海鲜 明天再给制作厂老板上一课就好 好了 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方视频的就留言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